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雄活力的中山脊椎外科醫院的物理治療師 我叫黃富明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腳踝扭傷 伸伸 伸伸简单来说就是关节和韧带之间的受伤 脚踝扭伤最常发生 在运动的时候 脚踝扭伤会造成 踝关节举步肿脏疼痛 通常以内翻扭伤为居多 会伤到脚踝的外侧的前、后、聚肥韧带 或是跟肥韧带 那么再更严重一点 还会造成一个肺部骨症 那么韧带损伤也有分第一级到第三级 分别为轻微、部分撕裂 或是整个韧带断掉 如果您是第二或是第三级的韧带损伤的话 那就建议要到医院的寻求医疗的协助了 相信许多人的观念还是停留在受伤的时候 我们要先冰敷然后再热敷吧 这个答案其实并没有错 但近几年这些观念有稍微的更新了 之前急性扭伤或是软组织受伤时的处理口诀 RICE 是1978年一位由Galb Murky医师所提出的 相信有运动习惯的你们通常都不会很陌生 但是冰敷这个理论 已经在2014年被这位医师自己所推翻了 那或许大家有个疑问啊 我到底要不要冰敷呢 这位医师他后来建议急性期扭伤的冰敷 不要超过前6个小时 方法就是冰敷10分钟后 再移开20分钟 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 当然呢这个6个小时只是一个通则 如果您只是非常轻度的扭伤不太痛可以考虑不冰敷 但如果您是非常严重又非常疼痛的扭伤的话 那您的冰敷时间可能就会超过6个小时 不过呢每个人受伤的方式与受伤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也就是说每个人急性期的时间都非常的不相同 所以当您受伤的时候还是建议要到医疗院所找医师 或是治疗师评估来处理会显得比较保险 急性期简单的概念与处理方式 前面我们已经有提到说急性期的冰敷的时间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说 急性期的扭伤千万千万不要去热服 不然你扭伤的地方只会更肿胀 那除此之外呢 急性期建议换处尽量抬高于心脏位置 有助于减少肿胀的反应 还有就是避免减少体积滞留 那脚踝刚扭伤时 你可能要限制脚踝的活动或是走路 避免受伤的趋励再度受到伤害 也会建议利用弹性绷带来进行伤口加压 来帮助改善关节的肿胀与组织出血 经过了刚受伤的急性期后呢 经过几天或许你的脚踝已经不会像 刚受伤的时候那么疼痛了 这时就要建议开始一些些微的运动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脚踝帮扶运动 这个运动呢可以在脚踝还很转的时候做 也就是说你刚受伤的时候可以做这个运动 那目的就是将你脚踝的水肿打回心脏 那么我会建议在做的同时 你可以拿两个枕头放在你的床上 然后呢将你受伤的那只脚放在枕头上 然后跨上去之后 我们可以躺着 然后做脚踝往下踩 往上勾再往下踩 然后往上勾动作 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在您普通的范围内来执行 那我会建议就是你一天可以做三回 那每回可以做20到30下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脚踝弹力带运动 那脚踝扭伤后你的小腿外侧肌肉通常都会比较疲乏 那并且有些人在之后会有习惯性的脚踝扭伤 此时我们可以用弹力带做肌力训练 把你外侧本来很弱气的把它拉回来 那这时我们要准备一条弹力带 然后呢我会建议在长座之下 然后来完成这个运动 那因为刚刚我有说就是我们要往外侧嘛 所以这时候我们拿一个弹力带 这样子绑在你的脚板上 然后这时呢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 然后因为我们要练基地的运动嘛 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阻力 因为我今天要往外翻的动作 所以我的手要拿着弹力带 给他一个向内翻的阻力 所以就是这样做 我们每天一样是可以做三回 那我们每一回呢可以做10到15下 我们的阻力要多大呢 通常会建议在就是在你普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脚踝稳定单脚站运动 这个运动会建议在你脚踝扭伤后期的时候做 好那今天呢 假设我今天受伤的脚踝是右脚踝 那我会建议我的右手先靠个前臂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让右脚单脚站 所以说我要把我的左脚抬起来 我们站的时候 我们建议可以浮10到15秒为一次 那我会建议你可以做1到15次 如果把手放开可以稳定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可以考虑闭眼睛 这个时候可以顺便训练你的本体感觉 就像这样子 好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通常一样建议10到15秒 那一样每一回10到15下 那建议就是一天可以做3回 那因为它这个运动闭眼睛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难度 照你的状况觉得OK 就尽量来做就好了 藉由以上的介绍 相信大家对于脚踝扭伤的处理与治疗 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了吧 但还是再次再次强调 如果您真的受伤了 还是要到医疗院走就医哦 在这里我还要建议各位在运动的时候 你也可以考虑戴上护踝 来减少脚踝扭伤的几率 感谢您观看这次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可以按赞并且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不定期的推出不同主题的 胃教影片介绍给各位 我是富民治疗师 祝大家运动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